大家好,我是Mr. Manso,今天會告訴大家HKDSC 2018 Mathematics Core, Preparate 2, Session 8, Question 1 請按照畫面的訊息,如果有需要就停下來看看 第一條是指數,一顆指數當然是recall index law 或者 index definition 由於這兩個數字是同底的,簡單 同底我們就把它轉為二底,二的三次,二的二次,這些是巧合來的,一定要利用它 內外指數相乘是By index law 來到這一刻,我就想,如果你兩個數字相除 同底我們會指數相減,也是By index law 但減的時候留意,你是減一個多項色,所以你是減兩項 拆好括號,你會知道,答案是2,第一個方法搞定 第二個方法其實是相約的,不過來到這一步,我有另一個想法 就是所有份數,我們不是玩虐減,而是玩抗份 然後我就利用index law的第一條,兩數相乘和底指數相乘,反過來玩 即是如果主數相乘的話,可以拆好兩個數字相乘,OK 而它們有一個公因子2的6n次,我們可以約走它,約了數字的2,我們就剩下最後答案2,OK 還有第三個方法就是,首先我們把N當作一個數字,當A這樣,拍到計數機上 這樣的話,答案就馬上出來了,相當快的 白頭公女話當年,在2018年 還有一年也是這樣的,數字是比較大的 OK,那就是這樣玩呢,就是玩一些大指數的遊戲來的,OK 但都是同底啦,OK 那2016年又反過來,2016年呢,就是迫回指數相同 OK,大家都留意了,至於2015年那些比較普通,我就不在這裡慢慢跟大家review了 OK,如果你覺得我的work is helpful,麻煩你幫我share出去,有問題試試找我 這兩節今天送給大家,因為我只能夠教到你一點點的知識,神卻教你生命 多謝大家,拜拜